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研究表明 接吻可以减肥 接吻一分钟 相当于慢跑二十分钟 骑自行车二十三分钟 可以消耗十二大卡热量 接吻还可以美容 接吻的时候 面部肌肉都被调动起来 同时血液供应量还会增加 能够有效预防皱纹 增加皮肤弹性 接吻甚至可以止痛 接吻的时候 身体会释放内肺态 这是一种能够让人愉悦和止痛的物质 据说接吻一次产生的内肺态 止痛的功效相当于一片止痛药 此外 接吻还可以保护牙齿 提高肺活量 增强免疫力等等 不过 接吻虽然好处很多 但是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 比如 注意口气清新 少吃韭菜 榴莲 大蒜等食物 否则只会让对方一阵酸爽 还要注意不要喝有蛆齿 牙周病或者感染幽门罗杆菌 乙肝 艾滋病的人接吻 以免自己也中招 二 夫妻同房时 最好别亲这里 情到深处时 接吻的方式和力度也会变大 有的小情侣喜欢在伴侣的身上 留下吻恒宣示主权 吻恒的形成原理相当于把火关 是亲吻的时候犀利过大 导致皮下血管破裂造成的 吻恒其实就是瘀青 一般要三到四天才会消失 需要注意的是 很多人喜欢将吻恒留在伴侣的脖子上 这是万万不可的 很有可能将浪漫演变成遗憾 亲吻脖子致命的案例有很多 2011年 新西兰裔女子就是因为恋人在脖子上留下吻恒 导致身体部分瘫痪 不久前 一名17岁的墨西哥男孩也因女友在脖子上留下一个吻恒而死亡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 脖子是我们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在颈侧的颈动脉三角区分布着颈动脉斗 颈动脉斗内的感觉神经末梢 具有调控血压和心律的功能 当用力亲吻脖子时 颈动脉斗就会受到压迫 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循环血压的压力 还会引起持续较长时间的反射性壁气 导致脑部供血和供氧不足 轻则造成头晕 晕厥 重则导致窒息 引发生命危险 而且 不光亲吻时不要用力过度 最好也不要用手去用力按压颈部 以免引起意外 三 人体六大死穴 尽量少胖 除了颈动脉斗 人体还有六大死穴 尽量少胖 一 太阳穴 太阳穴是颅骨最薄弱的部分 下方还有大脑中动脉 如果受到过大的外力冲击 容易造成血管大破裂 导致颅内血肿 引发昏迷 因此 平时需要保护太阳血 尤其是发生地震 爆炸 踩踏时 记住用双手抱头 双肘向前加紧面部 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二 后脑勺 在电视剧中 主角被坏人猛击一下后脑勺 顿时不省人事 因为后脑勺是生命中枢 呼吸心跳中枢脑干就位于后脑勺的部位 而且颅骨相对薄弱 如果受到重创 也会造颅内血肿 引发致命风险 为了避免被重物砸伤 平时走路 尽量避开建筑工地和悬崖峭壁 骑车出行要佩戴安全帽 以免遇到意外 造成脑部倒地 三 颈椎 颈椎也很脆弱 损伤之后容易并发脊髓损伤 死亡率高达20% 同时颈椎的部位还存在气管 喉结如遇到意外 容易出现窒息 失血过多等情况 保护颈椎要从小事做起 尤其是夏季游泳的时候不要猛扎进水里 跳舞滑板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 如果发生颈椎损伤 应该立即保持原地不动 及时寻求帮助 四 四肢动脉 动脉位于身体前表的位置 容易割伤 划伤 造成大出血 危及生命 如果动脉大出血 首先要做的就是用干净的毛巾 纱布按压止血 以防失血过多致死 五 心脏 心脏是人体的攻血动力 心脏停止跳动了 意味着生命走到了终点 如果发生了穿透性外伤或暴力打击 可能会出现大出血或心脏骤停 十分危险 要保护好心脏 平时一定要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果是因为力气插入或外力撞击导致的大出血或心脏骤停 要尽快拨打120 并进行心肺复苏 六 肾脏 肾脏位于后腰 这就是为什么肾不好的人会经常腰痛的原因了 如果后腰被重力撞击 也很容易受伤 严重的还会导致肾脏破裂 引发大出血 所以 预防跌倒很重要 尤其是老人 如果摔伤后腰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 以免留下后患 生命很宝贵 也很脆弱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 知道哪些地方可以碰 哪些地方不可以碰 不要为了意识刺激 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 对于爱情来说 男女双方的经营都很重要 经营的爱情 能让你们更了解彼此 也能让你们关系更为亲近 情侣之间做这几件事能让你们更为亲密 促膝常谈 王志文曾说 他想找的理想对象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能够和他说话 听他说话的人 这个事情简单吗 简单 恋爱出气可以做到 但在一起久了之后呢 在一起久了的两个人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未来 在一起久了 两个人的未来仿佛就在眼前 又仿佛很远 这个时候 你们需要来一次深入心灵的沟通 明确你们彼此的想法 一定要当面沟通 长谈之后 你会发现 你们的关系更为亲近 二 用力地拥抱 如果你们好久没见了 如果你们天天在一起却形同陌路 记得一个方法 用力拥抱对方 两颗心会贴得更近 爱情专家告诉我们 拥抱是情侣彼此之间增加迅速增加感情的一种方式 情侣仅拥抱在一起 肌肤上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还可以轻声细语地交流 分泌出浓浓的荷尔蒙 令爱情升温 三 互相给对方花钱 对一个人好 要么肯为他花钱 要么肯对他花时间 而爱一个人 两者兼有 情侣有大把的时间黏在一起 花时间自然不用说 而能为一个人花钱 说明他在你心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四 耍点小套路 我们经常说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其实 有些深情 就在套路里 给生活来点情调 日常生活中 给他买树花 哪怕是下半路上踩的 让他知道你心里随时想着他 给他买个火机 哪怕平时你称怪他味道呛人 特定节日 给彼此买一些小礼物 不用多 心意在就行 在一起久了 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有些时候我们会鸡蛋里挑骨头 有时会觉得彼此不合适 但其实天下哪有完全严丝和缝的两个人 最重要的是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真诚 多一些宽容 这样 两个人才会长长久久 心理学家斯坦伯格提出了爱情三角理论 他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有三个组成要素 激情 亲密 承诺 三者俱备 才是稳定的三角结构 激情是促进爱情产生的催化剂 刚恋爱的时候 双方之间疯狂心动 想每时每刻了解对方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件钟情 这是一件美好的事 但是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 新鲜感减少 双方之间的激情逐渐消失 回归理智状态和正常生活 这时候问题就会逐渐暴露 双方的性格是否合适 未来要怎么发展 家庭是不是支持 在激情消失的时候 要逐渐建立起属于你们的亲密和沉默 这才是一段关系的长久发展的基石 两个人三观不合 看待事情的意见也不同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自然无法和谐相处 一段好的关系是要相互欣赏 共同成长 两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一开始就完全合拍 三观相互的两个人极少极少 这世界上 没有不吵架的情侣 相近如冰法是坏事 双方都不愿意展示真实自我 总有一天会有人火山爆发 两个人之间需要互相包容 有人让步 感情都是在磨合中不断稳固的 不用去纠结 今天我低头了 是不是就矮了对方一头 对方会不会以后都欺负我了 让步是我们愿意为这段感情付出 如果对方一味索取 变本加厉 那索性快刀斩乱马 果断说再见 所谓两个人之间的磨合与包容 也是互相尊重对方 共同经营与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